原来所谓的调查天才方圆只是富二代离家出走体验生活 稍微不努力就回家继承家业 下面叫我们一起来看看最穷富二代方圆的生活体验吧 要知道在一开始 我们的主角方圆的背景设定就是红叶保险的太子爷 完全是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方圆却非常执着于调查案子 而自己的董事长爸爸又希望他进管理层 别让他一直抓着过去不放 这是我的案子 结果两人在吵了一架之后 富二代方圆便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体验之旅 可能也是因为出来的时候走得太急 加上自己又没有什么积蓄 于是方圆就成了史上最穷富二代 虽然说平常可以养活自己 但是在进入了老板都跑了的百应之后 面对米若爷爷的手术费 方圆也是第一次低着头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后面更是不惜为了救米若爷爷而放弃了自己的底线 身为调查员的他也做起了诈宝 不过富二代还是富二代 这个身份还是改变不了的 尽管自己和父亲一直都不待见 互相吵架 但是在这个董事长父亲的眼里 红业永远都是他留给方圆的家业 只能说方圆太难了 不努力就得回去好好的做富二代了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剧中 方圆一直那么努力的寻找鲁班子的原因吧 除了是给自己的女朋友报仇 还有就是要逼自己一把 好好的努力工作 不然家里的董事长爸爸 又得逼着自己去当富二代了